收养孩子 各位 在八字中 收养孩子 你们认为是哪一个十神 收养孩子 A11 陈建民你们好 在八字里面收养孩子 要看哪一个十神 动动脑 收养孩子到底是哪一个十神呢 官 有人说官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你们认为 我们收养别人的小孩 作为我们的孩子 他到底是属于哪一个 有人说官 有人说义母 还有呢 这时候大家开始 头痛了 到底哪一个十神才是呢 各位 我们要从十神的关系来推论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人说十三 好 我们首先要怎么来看呢 我们首先先看 夫妻的一个组合 来甲几何 对甲木而言 这是我的正财 对己土而言 这是我的正官 所以正财正官 他是一个婚姻的结合 好 我们可以知道 老婆 他才会生 所以老婆就是己土 他会土来生金 他会生更新金 所以这就是孩子 那孩子 对老公而言 来克我的 克我者为官杀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对男孩子来讲 男孩子在十神上是所谓的官杀 然而呢 各位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孩子 我们是在讲 我们去收养别人当我的孩子 各位 我们都知道 孤儿院里面的孩子 他也都是由妈妈出生的 他不会莫名其妙蹦出来 又不是孙悟空 从石头里蹦出来 他也是 妈妈生的 而对男生来讲 他的妈妈对我来讲就是个女人 就是个财 对女人来讲 他跟我一样叫做比肩 比肩不见得是你认识的人 跟你一样就叫比肩 所以 你甲鸥是 收养 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我们会知道 他就是什么 一样 因为他是由别的女人生出来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他是别的女人生出来的 所以也是一样 所以你在 孤儿院里面去收养孩子 对你来说 对女生来讲 他是我的食伤 对男生来讲 他一样是我的官杀 这个是以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 来讲 但是各位 甲鸥是有血缘关系的 例如 很有可能 老公的兄弟姐妹 他们出问题了 例如 离婚 可能暂时无法养育他的孩子 那这时候 那我就收养 那我来帮忙养 在这一种情况 我们就要来看 甲鸥是老公的兄弟 老公的兄弟 老公是甲木 他的兄弟当然就是甲木 他的老婆自然也是吉土 所以老婆生出来 一样甲鸥金 所以 假如是收养老公 他兄弟的 他们所生的孩子 这样子 一样对我男人来讲是官杀 对女人来讲 他是食伤 好 这时候 假如是 老公他这一边的姐妹 他的姐妹 他的姐妹是乙 因为是不一样的 性别 所以他是乙 他的官乙就是羹 这时候是由 妹妹或者是姐姐会生孩子 这时候他就生出丙丁火 好 这时候 以老公的角度 他来收养妹妹的孩子 这时候叫做什么 我生的为食伤 所以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兄弟的 对我来讲是官杀 妹妹 姐姐的 对我来讲是食伤 好 对老婆的角度 老公兄弟的 孩子 对我来讲是食伤 可是 老公 姐妹的孩子 对我而言 他就变成是什么 印心 所以不一样 这边就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以为收养孩子 他在食神里面的角色 都一样 你要看 有没有血缘关系 好 假设我收养的 是我妈妈 就是母亲这一边的 我收养的是母亲这一边 那 母亲这一边的 我要怎么办呢 母亲 首先先看母亲的兄弟 母亲是戊土 他的兄弟 母亲是己土 他的兄弟跟他不同 就是戊土 这时候戊土 他的正财就是癸水 所以癸水会生出甲木乙木 也就是 我假如收养 妈妈兄弟的孩子 对男生而言 他是比肩 劫财 对女生而言 这是他的官杀 各位 不一样 那假如是妈妈的姐妹 他们两个是同阴阳的 所以妈妈的姐妹 自然是己土 他的老公甲木 所以 这边又回归正常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收养孩子 假如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到孤儿院里面去领养的 都是食伤 都是食伤 所以你八字有食伤 有的时候不见得你会生孩子 很有可能是你去收养孩子 假如是有血缘关系的 各位 有血缘关系的 他不见得都是食伤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要从八字的关系去推论 要不要解 要从八字的关系去推论 不能够用直觉来判断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里面 你要男女生看的 不一样 女生 食伤 食伤 硬心 这边是观心 对男生而言 观萨 观萨 食伤心 比肩心 观萨心 不一样 所以不要以为全部都是一样 所以你要看你所收养的 他的一个状况 有血缘关系 还是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 旁人 那自然都是食伤 有血缘关系 要看一下他的一个亲属位置 是在哪一个角色上 所以各位 你要去清楚的 这一了解 这个食神的一个关系 不然的话 你们会乱猜一通 这样子 这个就是收养孩子的 一个八字食神的判断方法 并不是全部都是看食伤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